欢迎来到88娱乐亚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诚意新巨富山海曝光 古装武侠题材 或三大肖顺摇太惊喜 风起云涌的江湖 又将迎来一场剑指苍穹的风华绝代 新进古装小生诚意 携新巨富山海惊艳亮相 再度掀起古装武侠的热潮 当他的名字与古装武侠紧密相连 我们仿佛已经看到了那个潇洒飘逸 英勇无畏的江湖英雄 而传闻中的肖顺摇的加盟 更是为这部剧增添了几分神秘与期待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 这个即将掀起古装武侠新篇章的传奇故事 一探究竟 从莲花楼到英雄制 他以精湛的演技和独特的魅力 成为了古装武侠剧的璀璨明星 而赴山海的曝光 更是让人期待他再次诠释江湖英雄的风采 这部改编自温瑞安之名小说神舟奇侠的剧集 不仅拥有精彩的剧情 更融合了朝堂、战争等元素 为诚意提供了全新的表演空间 我们期待他在这部作品中再次展现出色的演技和绝美的动作戏 为观众带来一场视觉与心灵的盛宴 传闻中的肖顺瑶的加盟 无疑为赴山海增添了几分神秘与期待 他与诚意的合作 堪称天作之和 两人都具备出色的颜值和扎实的演技 且拥有丰富的武侠剧表演经验 若他们真的能够成功三搭 必将给观众带来极大的惊喜 我们期待看到他们在《赴山海》中携手并肩 共同演绎江湖中的《恩怨情仇》 为我们呈现出一场精彩绝伦的古装武侠盛宴 《赴山海》的女主角人选 目前尚未有确切消息传出 网友们已经纷纷提名自己心目中的理想人选 其中陈都玲、白露、张雨昕等小花备受期待 这三位演员不仅颜值出众 演技实力也不容小觑 且在过往的古装剧中有着出色的表现 被誉为古装女神 若他们中的任何一位能够加盟赴山海 都将为这部作品增添不少看点 我们期待看到他们与陈毅、肖顺瑶之间的精彩互动 共同演绎出一段段荡气回肠的《江湖传说》 《赴山海》目前仍处于筹备阶段 开拍时间尚未确定 对于陈毅和肖顺瑶来说 这部剧无疑是一次全新的挑战 古装武侠剧往往涉及大量动作戏和打戏 这对于他们的身体健康无疑是一次巨大的考验 正是这样的挑战和考验 让他们的演绎之路更加充满挑战和可能性 我们期待他们在《赴山海》中展现出更加出色的演技和更加惊艳的动作戏 为观众带来一场前所未有的视觉盛宴 诚意新剧《赴山海》的曝光 无疑为古装武侠剧注入了新的活力 从诚意的精湛演技到肖顺瑶的《惊喜加盟》 再到女主角人选的热议 这部作品已经引起了广大观众的极大关注 我们期待看到他们在剧中呈现出更加精彩的表现 共同演绎出一段段令人热血沸腾的江湖故事 我们也期待《赴山海》能够在古装武侠剧的领域里开创新的辉煌 为观众带来一场难忘的关剧体验 让我们共同期待这部作品的问世 相信它一定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和感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